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这一节我们研究的是字符创匹配算法中的一个最巅峰的创意叫做KMP算法 KMP算法实际上是由三个计算机算法或科学家大牛所构同开发而成的 他们分别是Kuens,Morris和Bretter 那么这三个是这个计算机算法领域里面的大牛级人物 因此大牛级合作产生了算法 那么它的设计之巧妙以及速率之高效是所有其他的 是否创匹配算法所不能比拟的 这个算法的设计呢,它构之巧妙 充分的就说明了一个大道字简的原理 也就是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案往往看起来都是简单而优美的 就好像这个爱因斯坦的职能方程E等米MC的平方一样 那么在这个分析KMP算法之前呢 我们有必要回忆一下这个暴力匹配法的这个字符串匹配过程 我们看一个例子 那么如果使用这个暴力匹配法的话 那么假设我们现在要匹配的是文本是T 那么要匹配的字符串是P 那么当我们要匹配的时候 首先我们是着个字符匹对 着个字符的比对 OK,我们这里换一下这个字符串 首先我们要做的呢 先是这个着个字符串去 着个字符去匹对 那么假设我们的文本是这样的 A,B,A,B,A,B,A,C,A 那么假设这个要查找的文本是这种情况 那么要匹配的字符串是下面这个P 那么暴力匹配法呢 首先是一个一个字符的比对 当比到有一个字符不匹配的时候 那么暴力匹配法就往后挪一个位置 然后再进行着个比对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还比对不对的话 最后再挪一个位置 再进行这个着个的比对 那么暴力匹配法之所以低效呢 就是因为它会挪动一些无效的位置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 往后挪一个位置去比对是无效的 那么就是因为这种机械的往后挪这些位置呢 导致了所很多这个比较的次数呢 是无效的 那么KMP算法 它的高效在哪呢 高效在于 它判断到当我们第一次比对不对的时候 没有匹配正确的时候 它会告诉我们往后挪几个字符开始 再比较才会是最有效的 那么如果我们使用的是KMP算法的话 那么在我们这里比对不上的时候 KMP算法会告诉我们往后挪两个字符 然后再进行比较 大家看往后挪两个字符之后 就可以这个完全比配的上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那么KMP算法怎么知道要往后挪的是两个字符的位置呢 我们它的这个大概思路是这样的 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次比对的时候 我们先看到成功比对的这个字符串 是这一个选中的字符串 我们把它拿出来 单独分析一下 成功比对的这个字符串是有五个字符 我们假设它的长度等于五 那么大家看一下成功比对的这个字符串 它有个什么特点呢 从前面开始起取三个字符所构成的子串 切好是整个这个字符串的这个最长后缀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拿前面三个字符所形成的子串 正好跟这个字符串的这个后缀这一部分是完全匹配的 而且这三个字符呢 是所形成的字符串呢 我们假设它的长度是k 那么我们可以保证 现在我们找到这个k呢 是最大的一个 因为你如果你拿四个的话 那么显然这四个所形成的字符串呢 就肯定不是这个原字符串的后缀了 所以我们拿前面三个字符所构成的子串 正好能够构成原字符串的后缀 并且这个长度k是当前所能找到的一个最大的值 那么大家可能也发现了 那么往后挪几个位置是怎么得到的呢 就是这个s减k等于2 就是这个值得到 通过这个值呢 得到我们现在往后挪两个位置之后 去再去比对是最高效的 那么至于这个为什么是这个原理呢 为什么要往后挪两个位置就是最高效的呢 这就是后面算法下一节 我们进行这个算法原理的正确性和效率性分析的时候 我们详细去解释的 那么在这一节呢 我们先看一看整个算法的流程是怎么去执行的 在这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当给定一个字符串之后 我们如何快速的找到这个k 使得它从1到k所造成的这个字符串 能够是当前字符串的这个最大最长前缀 如果我们用一个这个宿主派来存储这个对应每一个s 那所存储它的最长前缀的话 那么显然在这里面当s等于5的时候 也就是当s等于5的时候 等于5的时候 那么这个派的值就是k 也就是3 因此我们需要去计算一个这样的 为了实现这个kmp算法呢 我们需要去据算一个这样的数组 这个数组就是给定一个这个 当前要匹配的这个字符串子串的长度 然后迅速得出这个子串的最长后缀是多少 也就是说这个子串的从前面开始数 有多少个字符所构成的这个字符串 能够形成当前这个子串的最长后缀 那么要得到这个信息 有了这个信息之后 我们下次匹配的时候 一旦匹配不上 那么我们就把当前匹配上的这个字符串的长度 放入到这个数组中 找到这个找到这个当前字符匹配长度 字符串的这个最长子串最长后缀 那么把当前的这个s减掉所找到的这个k值 然后就知道下一次匹配要挪几个位置再去进行了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当前的这个任务呢 就是要查找一个这样的这个数组 叫做这个派数组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组是怎么找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如果假设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先看一下 假设现在我们这个有一个这个呃 字符串 它的长度是5 那么我们知道他当前的这个呃 最长后缀是a 那么我们看一下s加1的时候 也就是s的s加1 也就是这个s等于6的时候 他这个最长后缀怎么通过这个s等于5的时候 方便的得到呢 我们看一下 如果s等于6的时候 我们会在这后面多加一个字符 这个字符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暂时用一个问号来表示吧 那么我们会多添加一个字符 那么添加这个字符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原来s等于5的时候 这个当前这个最长子串 我们最长子串后面的这一个字符 实际上是b对吧 a b a 那么这个最长子串 那么后面这个字符显然就是b 那么如果这里这个问号的只是b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pi的6 就等于这个3加1加1就等于4 对吧 如果因为后面这个问号 原来这个问号这个字符是b的话 如果是b的话 那么我们只要把这个原来这个最长 原来是5的时候的这个最长后缀 往后多算一个字符 得到的后缀是a b a b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最长后缀就是这个新的新子串的这个最长后缀 就是这样 如果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现在这个s等于5的时候 我们这个它的最长子串最长后缀是3 最长后缀是3 那么如果s后面的这个后一个字符正好等于这个最长子串的下一个字符的话 那么这个pi6就是原来的pi5加1 原来的pi5加1就等于4 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如果后面这个 如果后面这个字符不是b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如果是c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找呢 那如果是c的话 那么接下来也就是说 那么如果是c的话 我们要找的话 显然这个最长子串后面的这个字符跟当前这个 当前s后面这一个字符匹配不上 接下来我们怎么找呢 接下来我们再从这个 字符串里面去找它的最长子串 大家看一下当前这个字符串的最长子串 大家看是a 对吧 那么如果当前这个字符串是a 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 那么当前这个最长子串是a 我们把这个值当做是kpp 当做是kp kp那么这时候kp等于1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pi3 pi3就等于1 就等于1 那么1的话也就是前面这一个 这一个字符所构成的一个子串 那么pi3等于1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字符串 如果后面的这个元素 跟这个最新的这一个字符是匹配的上的话 那么这个pi6就是等于 这个pi3加1 对吧 如果这里面的这个元素是b 那么如果如果现在是b 如果现在是c的话 假设是c的话 那么从a开始后面的这个字符 就正好可以跟新增的这个字符匹配的上 于是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pi6 pi6就等于这个pi3 pi3加1就等于2 对吧 那么如果是后面这个字符 后面这个1 那么这个aba的这个最长子 最长后缀是a a对应的实际上就是最开始这个a的字符 如果这个a的字符后面接着的这个字符 能够跟最新增加的这个字符匹配的上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pi6就等于这个pi3加1 pi3的长度 后面再加一个字符加1 就是2 但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是b 而新增的这个字符是c 那么我们虽然得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我们得到了这个三个字符的这个最长后缀是a 那么最长后缀是a 对应的就是前面最开始这个a的字符 最开始a的这个字符 后面接着的这个字符 跟我们新增的这个字符又不一样 于是我们接下来去找这一个字符的这个最长后缀 最长后缀 对那么这个字符前面已经是空了 已经是没有任何这个字符串了 所以下面的这一个呢 那么那么前面这一个字符前面的这个最长后缀 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空字符串 那么空字符串 它的这个最长前缀只能是0 是0的话到了空字符串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往后算了 我们就可以知道 那么新增的这一个如果后面是后缀的话 那么我们地规到这个是空字符串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新增这个字符所产生的新的字符串呢 它的最长后缀呢 只能是0 因为我们猜前面 那么很简单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这个派6 派6就等于0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地规的运算过程 也就是说我要找这个S等于6时候的这个字符串呢 最长后缀呢 我先看S等于5的时候的最长后缀是多长 得到S等于5的时候最长后缀的这个长度之后 再看这个最长后缀后面跟着的这个字符 跟我星天的这个字符是不是一样 如果是一样的话 那么派6的最长后缀就是派5的最长后缀加1 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么继续找这个这个K等于3的时候 这个字符串的最长后缀 然后一次进行这个相应这个地规比较 那么在我们的文档里面呢 就总结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对的过程 大家看就跟以刚才我们的例子为例 刚才我们例子是ABACA 那么S等于5的时候 那么当我们这个S等于5的时候呢 大家看当我们这里面S等于5的时候 当我们这个S等于5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能够匹配到这个 它这5的这个最长后缀是3了 那么后面当S等于6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第S加1个字符 是不是正好等于这个K加1个字符 如果S加1的时候 得到了这个新的字符 正好等于这个P的E加K 这个字符正好相等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派E加S 也就是6 它得到的这个最长后缀就是K加1 如果不等于的时候 不等于的时候呢 那么新增的这一个字符 不等于不等于这个原有字符的最长后缀的后面那个字符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 比如继续找这个字符串P1到K的这个最长后缀 所以假设是1到K'那么看这个P1到K'这个字符串 后面的这个字符 是不是等于P1加 是不是正好等于这个新增的这个字符 如果等于新增的这个字符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P的这个E加S 所构成的这个尺寸呢 它的最长后缀就是1到这个K'加1 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P的E加S呢 派的E加S呢 就正好等于K'加1 如果还是不等于的话 我们在地规的往后找 一直找到为空为止 如果找到地规的往后找 一直找到这个字符串为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新增这个字符 所生成的这个新的字符串呢 它就没有这个最长子串 最长后缀 那么这里面大家可能就看起来相微比较抽象 那么就刚就像刚才给大家解释的一样 那么大家如果这个对刚才这个过程不理解的话 那么可以继续往后看我们的代码 或者是往前看我们刚才这个过程的描述 那么这个过程的描述实际上就是要看新增的这个字符 是不是跟原有这个字符串的这个最长后缀的下一个字符是一样的 如果是一样的话 那么新增的这个字符所形成新状 新的字符串的这个最长后缀 就是原有原有这个字符串最长后缀的长度加一 如果不是的话 在地规去查找 那么这个就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流程 那么OK 我们看一下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一个给定一个这个字符串 它的这个最长后缀是怎么去计算的 那么这个计算呢 必须保证它的效率要足够的高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计算的是整个π的这个数组 我们可以基本上确定的是π的1就等于0 因为假设如果我们当前整个这个字符串只含有一个原数的话 那么一个原数的这个字符串呢 它的这个最长后缀只能是前面这一个空的字符串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有这个π1就等于0 这肯定是固定的 这是无论你的字符串情况怎么样 我们这个π1等于0是固定的 因为只含有一个原数一个字符的字符串呢 它的最长前最长后缀肯定是0 因为它的最长后缀只能是前面这个空字符串 所以它肯定只能是0 OK 那么这一个是0是固定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看我们怎么去计算 也就是说假设我们给定的要匹配的这个字符串长度 是lens这么长 那么lens这么长的话 我们要计算的这个数组呢 就含有这个p.lens这个元素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去计算这个π数组是每一个元素是多少 计算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π数组呢 随便给定一个这个p字符串的一个子串的时候 我们通过查找这个数组就可以快速的得到当前这个字符串 它的最长后缀的长度是多少 有了这个最长后缀之后 我们把这个当前字符串的长度减去它最长后缀的这个长度 得到了这个数值呢 就是下一次要比对的时候要偏移的位置 OK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比对过程 这个代码是怎么实现的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 大家看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找这个s的最长后缀呢 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这个最长后缀已经计算完成了 也就是说这个πs所对应的元素不是-1 一开始我们会把它全部数十化为-1 那么由于一个字符串的这个最长后缀呢 它最少只能是0 不可能是负数 所以当我们发现它是一个-1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长度所对应的子串 它所对应的最长后缀还没有计算 如果没有计算的话 我们就往下走去计算 如果已经计算了 我们就可以立即返回 OK那么假设它没有计算的时候 我们怎么计算呢 那么我们没有计算的时候 我们先把当前这个s长度为s的这个字符串 它的这个最长后缀先假定为0 然后去计算这个长度为s-1的这个最长后缀 那么得到这个最长后缀了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最长后缀后面这个字符 给我们当前这一个 当前这个当前这个字符串的最后一个字符 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一样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s-1的后缀长度加1 就是当前这个字符串的后缀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就地规的去寻找后缀的后缀 然后再进行相应的比较 那么这是一个整个一个地规去计算的流程 大家在去理解的时候 有可能需要花一点心思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通过调试的方法看一看整个这个算法流程是怎么走的 OK我们还是有的是这个 那么假设我们有的还是这一个 有的还是以前面这个 我们以前面的这个例子为例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计算这个P的这个字符串在这 我们要计算这个P 也就是说要计算P7 这个π的这个函数呢 是由1到7 那么我们计算当这个字符串是全面有7个的时候 也就是说全7个字符所构成的这个字符串 那么它的最长后缀 从开始算起只有一个元素所构成的字符串 是它的最长后缀 所以这个π7就等于1 如果π6的时候就是由前六个元素所构成的字符串 那么这前六个元素所构成的字符串呢 它的最长后缀呢 也就是说从开始算几个字符所构成的字符串 能够形成当前这个这个字符串的后缀呢 我们发现是0 也就是说从前面开始 无论你数多少个字符所构成的这个字符串 都不能形成这一整个字符串的后缀 那么看5的时候呢 大家发现ABA就是正好是整个字符串的字符串的后缀 那么4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AB又是整个字符串的后缀 3的时候呢 发现第一个字符就是整个字符串的后缀 所以它是1 2的时候呢 就是0 1的时候呢 就原来就是默认为0了 那么也就是说看我们的算法是不是能正确的把这个派给计算出来 OK 我们走一下这个过程 看一下在我们的代码之中呢 这个kmp-mature呢 有的就是在这个getlong-git-surface 就是给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怎么样去计算 当前给定这个字符串的这个最长后缀 我们给大家试这个段点 然后看一下 OK 我们进来看一下 大概好 我们首先进来是这样的 那么p呢 还是整一个这样的字符串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最早输入的数值是7 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就要计算第7个 也就是这一个字符串 派7所对应的这一个最长后缀是多少 那么计算派7的时候 一开始我们去大家看 大家看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派7最后一个元素是负1 它是没有计算的 没有计算的话 我们就要去计算这个派7之后的这个最长后缀 要计算派7的最长后缀 我们就要计算派6 先计算派6 然后就递规的去计算派6 进来了之后计算派6 这时候派6还是没有计算的 所以我们又要递规的去计算派5 所以要走到这里来 又递规的去计算派5 大家看这也是5 那么派5此时仍然是没有计算的 于是我们往下走 递规的去计算派4 OK计算递规的计算派4 计算派4之后 由于派4也没有计算 那么再往下递规 我们就先去计算派3 大家看派4 这个时候派4还没有计算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递规的去计算派3 还是要递规的去计算派3 那么派3呢仍然是没有计算 所以要递规的去计算派2 我们再往下走 OK又进来了 派2是没有计算的 那么派2没有计算 我们要递规的去计算派1 但此时派1已经是 初始化已经设置为0的 因为一个元素的字符串 它的最长后缀肯定是0 所以派1是计算了的 我们往下走 OK派1肯定是计算了的 那么这时候派1计算了之后 它是0 我们就可以直接返回了 OK返回了派1之后 我们得到派1是0 派2的时候 我们要看派1的这个 派1的这个最长直串 后面的一个元素 那么派1的这个最长后缀呢 是前面这一个空字符串 那么派2的时候 要找到派1的空字符串 空字符串后面的这个字符是A 那么跟这个新增的这个字符 B相比 是比较不上的 所以这个派2的最长直串 仍然是0 好我们往下看一下 那么大家看一下 那么得到派1的这个 最长直串是0 那么0的话会看这个派1的 这个最长后缀 最后面的这个元素 后面的这一个字母 是不是跟新增的这个字符是一样的 大家看最长直串 派1的这个最长后缀 是前面这个空字符串 空字符串后面接下来的这个字符是A 字符A跟现在新增长的B 并不相等 所以这个派2 它的这个 最长直串呢 最长后缀呢 仍然是0 仍然是0 OK 那么这一条呢 就走不进去 仍然是0 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不走进去加1 但是由于是0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去找这个最长直串了 最长后缀了 因为0是代表着一个空字符串 空字符串的最长后缀仍然是空 所以我们就不往里面地规的去找这个最长后缀 所以我们就往下走 就 那么这个派2的设计为是0 那么派2的最长后缀是0 我们看派3 派3的话要看派2的最长后缀 后面的一个字符 派2的最长后缀呢 是0 也就是说是前面左边这个空字符串 是左边的这个空字符串 空字符串后面的这个字符是A 跟派3新增的这个字符A 正好匹配的上 所以派3的这个最长后缀呢 是派2最长后缀的长度加1 派2的最长后缀是0 所以派3的最长后缀就是0加1等于1 我们看一下后面的做法 OK回来了 这时候S等于3 3的话他算出来这个派2呢 是0 是0 那么0的话 0后面的这个字符 正好跟S等于30 新增的这个字符一字符配的上 所以派等于3的时候 他的这个最长后缀的长度 是派2最长后缀的长度加1 就是0加1等于1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过来负责了之后 大家看这个派3就等于1 好派3等于1了之后 那么我们得到派3的最长后缀是这一个选中的A字符串 派4的话 他又新增了一个字符是B 那么我们看这个派3最长后缀的下一个字符就是B 这时候B跟最新增的这个字符B 是匹配的上的 所以派4的这个最长后缀的长度 就是派3最长后缀的长度加1 所以就是1加1等于2 我们看我们的代码 往下走 OK这时候他S等于4 那么他得到了派3的长度是1 然后看这个1后面的这个字符B 正好给我新增的字符B是一样的 所以正好得到两个新增的字符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派4的这个最长后缀 就是派3的最长后缀加1 就等于2 派4就等于2 大家看这个派4就是2 到了派4之后呢 那么派4的最长后缀是AB 那么到了派5的时候新增的一个数 新增的字符是A 我们要看一下派4最长后缀的下一个字符是A 这时候新增的字符A跟派4的最长后缀 下一个字符A是一样的 所以派5的最长后缀 就是派4的最长后缀加1 所以派5就是3 OK是3 我们就得到了下一步 OK大家看5的时候 我们得到了这个是派4的后缀是2 那么后缀下后 最长后缀的下一个字符跟新增的这一个字符正好相等 所以这个当S等于5的时候 这个派5就等于3 就是这个四个字符时的最长前缀加1 OK我们再往下走就是3 OK大家看这个派5的时候就是3 那么到派6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派5的最长后缀是ABA 派6的时候呢 由于后面新增的一个字符是C 新增一个字符是C的时候 发现后面一个字符B呢 跟这个C匹配不上 匹配不上 所以我们要返回去 看这个后缀的后缀 也就是派30的后缀 是A OK我们炒一下 OK这里匹配不上 这时候我们要看后缀的后缀 于是我们再去找后缀的后缀 后缀的后缀是A 也就是这个单个字符1 我们找到看一下 OK大家看找到这个后缀的后缀是E 也就是这个A 那么找到这个A的时候 找到这个新后缀之后 我们再看这个新的后缀的下一个元素 是不是跟新增的这一个字符是一样的 我们发现跟新增的这个字符B和C还是不一样 于是我们继续找后缀的后缀 后缀的后缀的话 那么只能是这个 那么现在当前这个最先后缀是A 那么A只有一个字符 那么它最后的后缀呢 只能是0 那么0的话已经是空字符串了 这时候空字符串的话就表明 当这个新增这个字符C之后 整个这个字符串的最长后缀 只能是空字符串 大家看这个事实也是这样 于是我们把这个派6复制为0 OK我们看一下 那么仍然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时候K还是E K是E的话继续找这个 找这一个最短后缀的这个 最短字符串的后缀 所以只能是0 OK只能是0 只能是0 是0的话我们就跳出这个循环 那么这样的话 跳出这个循环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得到的这个派6呢 就设置为0 最后我们要得到的是一个7 最后新增加一个这个字符是7 7的时候我们看这个 6个字符时候的后缀是前面是空 是空字符串对吧 空字符串的下一个元素正好是A A的话正好跟这个新增的 这个字符是一样的 所以当是7个元素时候的这个字符串呢 是这个6个元素时候的这个 最长后缀加上 这一个字符 那么6的时候呢 最长后缀是0 那么加上最新匹配的这个字符 所以派7就是1 那么就递归了回来算 OK那么大家看一下 派7得到的时候是6 正好是0 0的话再看这个派6时 最长后缀的下一个字符 显然就是A了那么A的话跟这个7的时候最新增的这个字符 正好匹配的上 所以派7呢就是派6的最长后最加1 派6的最长后就是0加1的话 派7就等于1 OK我们的字符再算过来 那么这样的话最后我们得到了这个这个0到7呢 是0012301跟我们这里面的这个描述完全是一样的 0012301 OK这样的话我们就把通过这个算法呢 算完了所有这个 算完我们就算完了整个这个 整个对这个字符创后缀的运算 整个字符创后缀的运算就算完了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Dark通过发现表通过我们刚才代码的演示呢 我们这里面呢只是经过对每一个这个元素呢 在这个getlongest这个函数里面呢 在这一个代码里面呢 我们刚才通过这个调试我们发现 我们经过对这个每一个我们这个在进行运算的时候 我们对每一个元素最多访问也就是三次左右 我们就出来了 所以说呢 由于对每一个这个派元素访问的次数是长数次 那么整个数组的长度呢 正好是这个匹配字符创的长度 正好是这个匹配字符创的长度P 所以整个这个整个这个后缀这个长度的运算呢 这个函数呢 它的算法复杂度是一个线性的 就正好跟这个正好跟这个匹配字符创的长度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了通过这里面的运算之后 我们就有了对于一个给定的这个匹配字符创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查找这个数组 每得到一个子串的时候 通过查找这个通过查找这个数组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当前匹配字符创它的最长后缀了 那么得到最长后缀之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果当前匹配的时候 匹配到的是某一个这个子字符创 那么通过这个子字符创查找到它的最长后缀 然后再进行一个运算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比对的时候 要往后偏移几个字符 才去进行这个字符比对 才是最有效的 OK 那么有了这个最长后缀之后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如何这整个最终的匹对算法呢 是如何利用这个最长后缀 来去进行这个有效的这个字符比配的 那么整个算法是这样的 大家看一下 整个算法是这样的 我们有这个整个算法 大家可能一下子看起来的时候 可能不大明白这个算法的这个逻辑 我们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假设我们现在要匹配的呢 是这个ABABACAB 那么这个匹配字符创成是ABABACA OK 那么放进来的时候呢 这个T呢 就是这里面这个T 那么一开始我们就进入到这个负循环 负循环 负循环的过程之中呢 那么我们会在这里面去判断当前的这个字符呢 P当前他会在这个负循环逐个字符进行比对 那么如果这个字符比对是成功的时候呢 这个I会自加 大家看一下 以这里面为例 第一个字符比对是成功的 所以这个负循环 那么就进入到这个E否判断 那么但是这时候判断的时候 这个Q仍然是E 那么跟这个M设这个匹配字符串的长度不一致 所以技术进入下一个循环 下一个循环我们比对的就是字符B 然后再比对字符A 然后再字符B 然后再比对字符A 那么一直循环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看这两个字符B和C 匹配不上了 匹配不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外循环里面去 进入到外循环了之后呢 得到的这个PiQ呢 PiQ正好是5 大家看这里面1212345 那么这个PiQ呢5 正好得到了是3 也就是说我们这时候得到 当前这个已经匹配好的这个字符串 它的最长前缀是3 OK 这是我们前面计算过的 是3的话 那么我们就得到 那么我们下一次比对的时候 是怎么比对呢 下一次比对的时候呢 就从这个最长只串的下一个字符开始 大家看下一个字符是B 那么也跟当前这个下一个字符 比配不上的当前这个字符开始比对 大家看到吧 因为我们是在这里面开始比配不上的嘛 也就是说在大T的这一个B 这一个B的这个字符 这里开始比对不上的 那么比对上的时候 我们通过这个查表 先得到这个最长最大共同子串 得到最大共同子串之后 下一次比配从哪里开始呢 从这个T的这个B 和这个最长后绝的下一个字符B 开始去比较 也就是从两个感旱号所在的这个字符开始去比较 然后下次比较的时候 这里面比B比B比上了 比A比A比上了 比C比C比上了 比A再比A比上了 这样的话这时候从这里开始比较的时候 就全部比对上了 那么全部比对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进入到这里来 进入到这里来的时候呢 进入到这里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那么这个T呢 是包含下面这个P字符串的 包含的话 我们直接把这个 这个偏移的位置给返回就可以了 OK 这是整个这个算法的流程 给大家演示一遍 大家可能会更明白 好 演示一遍的话 我们先先做的是 大家看一下这里面 先进来的是这个 Match 然后我们进来看 第一 我们先跟这个A和A比对 那么就进入到这一步 好 他们两个是相等的 然后进入到这一步 Q就加1 那么接下来比对的时候呢 就是B和B比对 B和B比对 然后还是循环 好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A和A比对 那么这个循环继续往下走 好 接下来A和A比对之后呢 就是B和B比对 B和B比对 那么还是成立的 紧接着又是这个A和A比对 好 那么下一个循环继续走 A和B比对 然后下一个循环就继续走 好 A和A比对 这时候接下来就是B和C比对了 B和C比对就比不上 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Y里面去 好 进入到Y里面去 那么大家看 这个当前的Q是5 那么我们查到了这个 原来计算这个5 它的值是3 是3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Q就会退回到这里面来 这个Q实际上是这个 P的这个要比对的字符的下标 所以Q是3的话 我们就要找到这个A的下面来 A的下面来 是3 那么下一次比对的时候 我们就要从这个最长 最长后续的下一个字符开始比对 我们看一下Q是下面 OK 那么得到是3 3的话 那么通过这个P的刷A3的话 实际上 大家得到P的刷A3的话 实际上就是这个字符B 对吧 是3的下一个字符 下一个字符就是B 那么这个I仍然保持在这里不变 那么这个Q转移到了 那么由于Q是3的话 从Q的下一个字符开始比对 于是我们就从感恩号这里 这个字符开始比对 那么比对就比对上了 然后就往下走 比对上了 那么然后再往这个A比对 A和A比对 仍然是比对的上的 OK 仍然是比对的上 A和A比对 仍然是比对上的 然后是C和C比对 C和C比对 也是比对的上的 然后是A和A比对 仍然是比对上的 这时候 整个字符串都已经匹配上了 我们就返回这个偏移 那么只要把这个P偏移两个字符 你看偏移两个字符 从这里开始比对 那么整个字符串就给匹配的上了 OK 这就是这个整个KMP的算法流程 大家很可能还不理解 这个KMP算法的这个 为什么这么做是正确的 我们先给出整个算法的实现流程 让大家对流程有一个了解 那么后面我们再深入 通过数学方法 对它的正确性和效率 进行深一步的分析 那么数学分析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都不大去愿意 去接触那种数学繁琐 而又这个困难的分析过程 但是数学分析过程 仍然是我们算法设计思维的 能力提升一个必不可免的阶段 所以在第一步的时候 我先给大家介绍是什么 第二步 知道了是什么之后 第二步我们了解是为什么的时候 我们才会有这个扎实的基础 去了解为什么 也就是先要有感性认识 下一步我们才是理性认识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这一节的内容 介绍大家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模模糊糊 那么大家拿到代码的时候 再根据整个这个文本 这个整个这个博客资料呢 跟着代码去走一遍 大家可能就对这个算法 它的流程就比较有了解了 那么了解整个算法流程之后 下一节我们去分析 它的数学原理的时候 就会方便得多了 好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